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有民陣下周發起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遊行 遊行隊伍提早在2時20分出發 到現在仍然有市民在維園附近等出發 我們的記者分別在銅鑼灣、灣仔、金鐘 還有終點就是添美道 先和在維園出口就是陳建敏聊一聊 你那位就是遊行人士在維園轉出來的高紹威道 還有很多人 Hidy 我一直都在中央圖書館對開行人天橋觀察著高紹威道的情況 其實遊行到現在已經起步了3個多小時 高紹威道在這裡雖然已經開放了東西的行車線 和行人路上都開放了 但其實仍然是站滿了人仍然是有這麼多人的 不過我們都留意到其實這裡的遊行人士 他們前進的速度已經是比之前加快了 也都沒有之前站得那麼疏落的了 再看回遠一點去到天后那邊的方向 其實仍然不斷見到有一些穿著白色衣服的市民 由炮台山或者天后那邊走到銅鑼灣高紹威道這裡加入遊行的隊伍 但是這個隊伍的尾段已經看到人數比之前少了一些了 還有我們也都留意到其實在這個維園足球場裡面 原本聚集了的人群已經消散得七七八八 他們全部都是可以在維園經過維園唐街的出口 走回去這個軒尼斯道那裡加入遊行隊伍 所以也都有不少在高示威道停了在這裡的很久的市民 都是走回去維園足球場那裡 就走經過唐街加入遊行隊伍 我們都見到現在這裡其實可以叫做龍尾 這個龍尾行的速度已經比之前快了很多 還有有幾架之前因為有很多遊行人士在這裡包圍了的一些巴士 現在都有空間可以駛來高示威道這裡的了 我們會繼續在這裡跟進最新的情況 先把時間交給你 另外記者就是張善恩正正在灣仔 修盾對開軒尼斯道的一段路面 同樣來回行車線都已經開放了 那遊行隊伍前進的速度是怎樣呢 我現在就在軒尼斯道近盧厄道這個十字路口這裡 看到遊行人龍其實是完全沒有消散的跡象 可以看回遊行人龍的情況 看到其實隊頭在三點多的程度已經是過了灣仔 但是在軒尼斯道沿路已經是越來越多人 不少市民就在灣仔地鐵站那裡上來 沿著軒尼斯道加入遊行隊伍 隨後在四點多的時候 警方就開放了軒尼斯道的東行線 可以看到現在其實軒尼斯道六條的行車線已經是全部開放了 也都是站滿了人的 而遊行的速度也是比之前慢了一些 不少市民都要是走幾步又停下才是去到金鐘的方向 那警方沿路也都派出了不少警員在這裡維持秩序 那我們在現場其實見到這次的遊行和之前不同的情況 就是少了很多一些組織的旗次 我們剛才都跟小市民談過 他們都說這次是自發出來遊行 亦都是自製了一些道具 亦都有不少市民第一次參加遊行的 我們會繼續在這裡跟著現場的最新情況 現在先將時間交回新聞部 好 接著看看金鐘那邊 有曾俊豪就在軍喜廠街附近 見到金鐘道那邊 東行線都開了 是不是都是人山人海 是的 沒錯 其實現在整個遊行隊伍都是人山人海 基本上都是見不到盡頭的 我現在就在軒尼斯道往金鐘道的方向 我們看看現場的情況 其實原本在這個位置 大批遊行人士剛才都是要求開路 失了20分鐘他們都動不了 但是剛才大概5點50分的時候 警方剛剛開放了所有的金鐘道 所有的行車線給遊行人士 其實見到現在整個遊行隊伍的速度 明顯是加快了很多 中間都見到有些空隙 其實遊行人士都有一些寬敞的空間去前進 也都見到灣仔警察總部附近 那些行人路都陸陸續續有些遊行人士在那裡加入 另外其實在一個小時之前 警方也都在軒尼斯道再開放多兩條行車線 其實就是在軒尼斯道 都六條行車線已經全部開放了 現在見到遊行人士站滿了所有的行車線 其實他們的秩序大致上都良好的 遊行人士之後就會在那裡再沿著下角道 轉入天美道去到立法會的集會現場 我們會繼續跟進金鐘的情況 將時間交給新聞報 記者于晉現在就在遊行的終點 在天美道那邊 遊行隊員早就到了 現在也看到有很多市民在 他們去到終點之後有甚麼行動 其實終點的位置剛才是下了一場雨 但現在六點多時天氣就好 見到遊行人士是不需要再擔絕 在現場情況見到民陣在終點立法會外面 踏起了一個台 邀請嘉賓上台發現 剛才邀請了歌手何韻詩和黃耀明 是上台唱歌的 其實見到現場是擠滿了參加遊行的人士 其實原本畫面的這段路 是剛才警方是不開放的 在民陣和遊行人士多番呼籲之後 警方就開放了立法會外面的回旋處和天美道 其實意味著整個政府總部外 可以說已經擠滿了參加遊行的人士 民陣在大概五點多時的時候 發起了一個預演包圍立法會的行動 就是叫一些參加遊行的人士 是沿著天馬公園包圍立法會一周 是有不少的遊行人士響應 而這個行動一直持續著 結束大致良好 至於今次的遊行有多少人參與呢 警方和民陣至今都未有公佈遊行的實人數 我們會繼續跟著現場情況 先交給新聞報 民陣在下午發起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 由於起步點維園草平在集合時間之前 已經將近企滿人 遊行需要提早40分鐘起步 兩出奇報道 撤回修訂引渡條例 引渡回大陸 避世山豬肉 下午兩點多 距離起步時間還有大半個小時 白色衫的人海 差不多填滿維園草平 林鄭月娥 好 任群從四方八面進入圍園 為何要這麼急 會令人覺得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見 是否有另外特殊的原因 是不見得光的原因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走出來 因為我們躲在屋裡反對 沒有人知道 我們走出來全世界都看到 草坪地方不大 人又多 敏鎮提早40分鐘起步 敏鎮提早 反送中 刺鎮提早 資深民意 它都是資深了大約二十多人 其實以前 這個也有十幾年 為何我們這個條例 你要這麼快去通過 你有沒有問清楚我們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說反對 反對 為何你要繼續推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 遊行的龍頭 拿著印上反送中的橫額 走到高示威 同一時間 市民營現從不同的方向 湧入維園 崇光百搏對開奇沒入 遊行隊伍當中 又老又亂 有人帶著子女來到 也有孕婦參與 就是因為為了去才要出來 如果現在有機會出來 都不出來 遲些可能我小朋友 都沒有機會再反映自己的意見 如果我現在不出來的話 我可能會一直後悔 為香港為下一代 如果不是整個政局都很亂 如果不是你今天不站出來 為他們發聲 你遲些你沒有機會發聲 遊行路線由維園去到立法會 龍頭在起步之後兩個半小時 早已抵達了立法會 金鐘 灣仔 銅鑼灣 和喜點維園 仍然人山人海 港道的街道 塞滿不滿修例的市民 香港是我們家 不想出來就不行 我們要為香港為下一代 我們要出來 我馬上都要出來 沒有人願意向中國 你願意向中國調查嗎 這是很簡單的 不是吧 然後我們面對這個 完全不選擇的政府 完全不忍耐聽香港人 而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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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的人太多 加上不斷有人中途插隊 不少市民在原地等候了超過一小時 都只能夠全進 NOW TV記者 兩出期報導 大批市民就坐港鐵前往遊行 多個車站包括銅鑼灣、天候、香港站、旺角和尖沙咀站都出現人潮 要實施人潮管制 陳昇榮報導